12月15号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优化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 省市场监管局 省营商局对全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和全力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等有关情况进行了通报 今年以来 我省持续深化商势制度改革 积极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新业营造公平 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全力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推动企业和群众近一张网办全部式 一次登陆 一次办好 目前 全省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网办率达到百分之百 加快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 建设和应用 企业开办实现了各类信息的即时共享交换 准入多环节同步办理 全省将一般性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两个工作日以内 今年 我省全面推进政兆分离 多证合一改革 全面实行32证合一 企业只需向一个窗口提交一份材料 领取营业执照后即可生产经营 辽宁自贸试验区62项审批事项 实现当场告知 当场承诺 当场审批 市场准入环境的持续优化 带来了全省市场主体总量的不断增加 市场主体结构也在持续优化 新兴产业发展迅猛 截至今年11月底 我省市有市场主体总量达402.66万户 其中 企业107.29万户 是2015年年底的1.93倍 第三产业占比比5年前提高了1.91个百分点 其中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企业达到8.7万户 是2015年末的2.39倍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达到5.54万户 是2015年末的1.79倍 我省积极探索实践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减少了对市场主体的非线索性直接检查和多头检查 持续深化检证放权 取消下放调整省级行政职权1005项 持续推进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和诚信政府建设 聚焦解决企业群众诉求 充分发挥8890平台作用 实现群众投诉建议的受理 转办 反馈 回访等全程闭环式管理 本台报道